文章来源 实在拜登宣布 不参加2024年大选后不久发表的 这可能会威胁到民主党在11月的投票率 有时社论首先赞扬拜登决定不连任的决定 认为这大大增加了民主党保护国家 免受川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宫危险的机会 然而社论随后对贺锦丽的提名表示保留 虽然选择贺锦丽是民主党的合理选择 但党代表应该在如此重大的决定中有发言权 社论指出还有其他合格的民主党人 可以挑战川普并获胜 文中强调未经过真正的竞争就选择候选人 正是导致民主党推举出让大多数民主党人和独立选民 深感担忧的棋手的原因 社论呼吁在8月19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前 仍有时间让主要候选人接受公众审视 这一主张引发了各方反应 早在7月8日国会山报 Bahill就报道了国会黑人国会议员连线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成员对拜登贺锦丽组合的支持 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威尔逊 Frederica Wilson当时曾表态 呼吁党内成员应认清优先事项 停止破坏这位为国家带来实际成果的杰出领导人 然而纽石的这一举动 对民主党的多元选民联盟来说风险颇高 2020年大选中非裔美国人约占选民总数的11.5% 为拜登贡献了五分之一的选票 川普一直试图争取更多非裔选民支持 并在非裔男性群体中取得一定进展 分析指出 许多非裔美国人认识到民主党领导人 正热切争取在芝加哥和纽约等大城市的拉丁裔移民支持 这可能影响他们的投票取向 另一方面 贺锦丽的民调支持率确实不佳 显示她可能在对阵川普时处于劣势 纽石社论的呼吁反映了民主党内部 对2024年大选策略的分歧 也揭示了党内对贺锦丽能否成功对抗川普的担忧 这一争议可能影响民主党的团结 并对其在非裔选民中的支持产生影响 随着选战临近 民主党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选择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 将成为关键挑战